但是你看到 悲劇不要再發生 但很不幸它就是發生了 我們剛剛講 七年78條寶貴人命 一個比一個大 氣爆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32條人命 當時週天新聞 幾乎不眠不休 我們是徹夜的通膨 給大家做了詳細的報導 大家都在找陳菊 後來發現他是去按摩嗎 然後沉中沉大火 46條寶貴的人命 然後你去看一下 今天陳其邁他的臉書 照理說高雄人的怒火 你看到我們剛剛的新聞有沒有 在現場的住戶 查劇行的老闆 這個附近的住戶等等 每個人都非常非常的憤怒 但是在陳其邁的臉書 看不到這些憤怒 然後今天有個PTT的網友 你知道PTT都會問很多掛 他就問掛 他說他看到這個事情 他就上去罵陳其邁 結果後來過了幾分鐘再上去 就發現他的留言不見了 所以原來都在三留言 所以陳其邁今天他的臉書 一片祥和之聲 市長加油 高雄加油 我們一定可以重新站起來 是不是 網友在問十年後的暖男 會了不起負責嗎 他那時候可以痛改前非嗎 網友說現在暖男神 你誤會了 這只是長得一樣的別人 跟過去那個柯柏男不一樣 還有很多網友不叫他暖男 叫他軟男 軟男 他講有沒有 高雄是民主勝地 怎麼可以有負面的聲音 不可以的 洪菸部長你看看 一個政治人物應該負起什麼責任 自由時報2011年的時候 就是胡志強主政的 台中阿拉夜店大火的時候 自由時報也登得很大 比照威爾康 市長應該要彈劾休職 有沒有 當時民進黨的主張 從中央到地方等等 非常非常的一致 就是出事了之後 九條人命 身為市長 你不但要下台 你還要彈劾 你該負的責任一定要負 那現在這些都是有圖有文字 有影像有節目 然後陳其邁呢 所以回到我一開始講的那個造句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就是說整件事情發生了這個悲劇 這個市長該幹什麼 所有的局長該幹什麼 還要別忘了 我們在檢調在幹什麼 事實上這個檢調應該進去 把所有事情都弄清楚 我是覺得大家回到 你該有的位置 把你的事情幹好 而不是今天就忙著去 去處理媒體的問題 你要把精神去處理媒體 還不如把精神把問題弄清楚 把責任追究清楚 真的 我覺得勸高雄是你只有一條路 把它全部打開 然後該幹什麼該幹什麼 你即使說你今天真的為了這件事情 你下台了 你把它處理得漂漂亮亮 你下次選舉你還會有機會 那你要是今天就這樣子混過去了 我也不認為高雄市有那麼笨 2022選舉他還會選你嗎 我是覺得今天很遺憾的碰到了 我們犧牲了這麼多條 民眾的寶貴的生命 我們一直希望講說 每次都不希望這些人 白白犧牲 起碼讓我們的台灣的民主 往上走一步 讓我們的民眾把眼睛睜開一點 但是民進黨好像就是有一個自信 我就算是這樣 只要我把媒體處理好 輿論 網軍處理好 選民下次還是會選我 那假如選民還會上這種檔 那就真的是 我也不曉得 也真的是無語問常論對不對 那個洪延修跟保證還是會發生 因為假設我們繼續在討論這件事 因為他責任沒有釐清楚 那麼不應該發生的悲劇 還沒有把原因都弄清楚 但是如果我們還在討論的話 其實民進黨會再做另外一招 就是說你們還在吵這件事 你們就是不愛高雄人 你們就是不愛台灣 你們就是中共的同路人 因為你們就是想 缺法台灣價值 對 你們就是想唱衰高雄 你們就是想看高雄人的笑話 我們高雄人有骨氣 我們高雄人會在悲劇中站起來 我們高雄人會以這46位的鮮血 然後再讓高雄變成火裡的鳳凰 重新再展示 賴老師 你今天反傳100分 如果你們還要再唱衰我高雄 你們就是高雄的歷史罪人 而且賴老師你還漏了一點 你們這些人都是從台北看天下 你們台北人就是看不起我們高雄人 我們高雄人都犧牲這麼多了 你們還繼續的指責我們 還不讓我們好過 所以這就是曾經賣的臉書 有批評的全部被刪文嗎 一片祥可的原因 是的 到目前為止 請大家留言 沒有看到檢調進去 把所有的公文都收回去 我正要講 這個案子 阿拉夜店大火的時候 後來台中的檢方 把高雄市 台中的公務局長提起公訴 提起公訴 所以現在我們睜大眼睛看一下 高雄的檢方會採取什麼樣的動作 其實我比較難過的是 最近發生很多的事情 我們沒有看到檢調在哪裡 我們沒有看到檢調在哪裡 現在我們難道 某一個黨執政以後 好像我們的整個司法系統 是癱瘓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紅原部長我們呼叫一下高雄的檢調 我們呼叫一下監察院好不好 還有我們呼叫一下 有良心的綠營的媒體工作者 是不是應該把真相告訴大家 然後我們也準備了一支影片 我們來看看當時的這個民進黨 對胡志祥有多嚴格 現在應該要用同樣的標準 來要求自己 謝謝 我們一起回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